中央式罕見訊號 學者指習面臨三難困境 馬雲卸任折商總會會長 反壟斷新聞法 周末特抗議 稱將從平台下架新聞 普京再提核武清長期作戰 北京新十條風向突變 港府尷尬了 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翠時 首先感謝大家的支持 今天是香港時間12月8日 下面是新聞的詳細內容 《華爾街日報》12月7日的報導 共青團中央12月4日在其公號上發文說 前幾天線上線下比較集中的 出現了對一些地方疫情防控措施的意見 通過及時溝通 完善改進 事情已經平息 據報導說 共青團中央發表的評論顯示 中共減少封控和大規模核酸檢測 是對全國範圍內的抗議做出的回應 這是一個罕見的跡象 表明中共政府正在聽取抗議者的意見 並開始為重新開放該國經濟奠定基礎 報導還說 共青團中央的文章等於公開承認民眾 對於長期嚴格的防疫舉措感到憤怒 這可能是中共官方首次承認 由習近平親自批准的動態清零政策是有缺陷的 但是共青團中央的文章轉移指責美國 說美國的一些政客表達支持抗議 是美國打算在中國製造混亂 儘管放鬆疫情控制是大多數中國人的訴求 但是中共當局政府變幻莫測的防疫政策 似乎比民眾的生活更加混亂 據美國之音12月7日的報導 很多市民在微博上抱怨 政府對於放寬疾控措施似乎準備不足 由於政策不夠明確 比民眾有些無所適重 芝加哥大學政治學教授楊大利表示 儘管遲了很多 取消動態清零是一個正面的發展 但是同時指出 中國的醫療系統和政府系統 都將面臨非常嚴峻的考驗 楊大利說 中國在今年春夏錯過了一個好的時機 因此多付出了半年的經濟代價 英國知名歷史學家佛格森 10月6日在彭博撰文認為 習近平和中共領導層面臨著典型的三難困境 他們想要三樣東西 但他們最多只能有兩樣 三難困境指的是 1.疫情清零 2.經濟增長5%左右 3.社會穩定 佛格森指出 總而言之 要擺脫三難困境並不容易 佛格森寫道 如果所有一黨制政權 都在失望民眾的集體抗爭中結束 這樣在過去的一個世紀裡面 世界將會安全得多 他在文章結尾那裡表示 我們將比大多人想像的更快地發現 暴政如何在中國終結 當群眾 引導黨和人民 奔赴於疫情的宿命之約是 這場巨大人類悲劇的最後一幕開始了 阿里巴巴共同創辦人馬雲 日前卸任 摺商總會會長的消息 受到輿論關注 自從馬雲的商業帝國遭到中共監管打壓後 他曾從公眾視野中消失了一段時間 10月7日 摺商總會第二屆理事大會在杭州舉行 選舉產生摺商總會新一屆理事會 據摺商雜誌官方微博消息 7日 馬雲卸任摺商總會會長 政態集團董事長藍全輝當選新一屆摺商總會會長 企業官網顯示 藍全輝、浙江洛青人同時也是中國工業經濟聯合會主席團主席 中國電器工業協會會長 摺商總會共有會員企業近600人 包含民企、央企、國企、外企等 覆蓋製造、金融、醫藥、教育、地產、網際網路、數字經濟等主要行業 擁有團體會員22家 阿里巴巴共同創辦人馬雲在2019年正式卸任董事會主席 管理權交給張勇 辭職後馬雲的行蹤一直被受外界關注 一個禮拜前了解馬雲行蹤的消息人士對金融時報說 馬雲和家人在東京居住了將近6個月 包括在溫泉和東京郊外的滑雪勝地逗留 並經常前往美國和以色列 馬雲不在中國的時機 恰逢中共的清零政策升級 今年4月和5月 當局對上海和周邊長江三角州地區 進行嚴厲封鎖 2020年10月 馬雲公開批評 中共的金融和監管體系握殺創生 此後 中共當局對馬雲的商業帝國展開一系列整肅 包括螞蟻集團的上市計劃被緊急叫停 阿里巴巴被以違反反壟斷法為名 罰款182億人民幣 馬雲一度從公眾視野消失 並傳出被限出境的消息 為幫助美國地方新聞機構 更容易和面書母公司META 谷歌母公司、字母等大型科技公司移架 國會計劃將《新聞競爭和保護法》 納入聯盟國防法案 消息傳出後 META表態 要將新聞內容自旗下各個平台移除 親民主黨人士也表示 這是不理智感被出版業者與廣播電視業者 有一段時間免受反壟斷法約束 據《老頭社》報導 《新聞競爭和保護法》 最初由明尼蘇尼州民主黨參議員 黑羅·布徹 和路易斯·安拿州共和黨參議員 金賴迪共同提出 並得到了包括幾家保守派媒體在內的 一系列出版商的支持 金賴迪認為 面書和Google等科技巨頭 正在扼殺規模較少的保守派出版物 阻止他們在線上平台獲利 這種操縱正在壓制言論自由 《新聞競爭和保護法》 將禁止大型科技公司限制、過濾、 壓制和策劃在線內容 同時為當地新聞媒體提供公平競爭的環境 來與這些審查巨頭進行談判 對此 Matter發言人史東 在10月5日發推文聲明 如果國會通過這項 考慮不周到的新聞法案 無疑是一個很差的先例 《華盛頓時報》說 《華盛頓時報》 將通報告 表示這張不明智地 讓出版商和廣播公司 有一段時間免受《反壟斷法》約束 據路透社報導 俄羅斯總統普京12月7日在電視上傳播的 克里姆林宮人權委員會上說 俄羅斯對烏克蘭的特殊軍事行動可能會是漫長的過程 但目前沒有必要再展開軍事動員 普京強調俄國政府只有在回應敵人攻擊的情況下 才會動用核武 他提及 當我們受到攻擊 我們就會反擊 他表示 我們沒有發瘋 我們了解核武是什麼 相對其它擁核國家 我們擁有的這些核武手段形式 更先進而且現代 這是顯然異見的事實 但我們不會在全世界將這種武器 當作剃刀這樣廢物 他還指控 聯合國黨國際組織和西方媒體 說有反俄偏見 由於這些明顯的偏見 俄國被迫放棄一些組織的成員國之隔 普京上述遭攻擊時動用核武的言論 不知道是否與俄羅斯軍用機場 近日接連遭到無人機攻擊相關 前一天 發生社報導說 普京落後召集國家安全會議官員開會 商討確保國內安全之多 但未透露其他詳情 普京的發言人佩斯科夫 另行對記者表示 當局已經採取必要措施 來保護俄國免租烏克蘭的攻擊 佩斯科夫被問及無人機攻擊事件時表示 當然 烏克蘭政權公開宣告繼續採取這種恐怖行動的態度 是個危險因素 俄國當局6號手組表示 比倫烏克蘭的福斯克州一座軍用機場附近 遭到一架無人機攻擊 何況5號也指責 烏克蘭無人機攻擊俄國 薩拉托庫州 因格斯空軍基地 和尼山州 雞吉列玉空軍基地 但烏克蘭官方目前尚未承認 中共國家衛健委7日公布 中共病毒疫情防控新10條 正式邁向北京當局口中的躺平 不過對於北京放寬防疫 外界關注到 當日未有港府官員出面回應 國望港府為政治正確 一直緊跟北京的防疫政策 多個官員在不同公開場合上 做出強硬表態 為北京動態清零政策護航 今年1月 本港變種病毒Omicron 傳播速度加快 有醫學專家質疑 以動態清零為目標 不符合現實 提出當局應考慮 與病毒共存 給社會回復正常運作 建制派立法會議員何君堯 當時說 推動與病毒共存 可視之為違反港區國安法 又稱任由病毒傳播如發起新物戰 可視為戰爭行為 仍然可控告推動與病毒共存的政府 香港醫務衛生局局長盧崇茂今年2月 則發出驚人之語 指與病毒共存 只會共赴黃泉 引發輿論嘩然 港府9日開始放寬防疫措施後 盧崇茂出席一個電視節目 被問到早前的共赴黃泉論 是否有違現狀? 盧回應說 不想再爭論當日的說法 你可以問問9,000人去了哪裡? 郵清政府作為總工程師 帶著7萬人走抗疫路 必須確定抗疫路穩定 不會怒毀人亡 相較在港府的平靜 網絡上的討論卻熱火朝天 有網民表示 14億人要共赴黃泉 盧崇茂去了哪裡? 跟車太貼容易出事了 這場顏色運動成功了嗎? 局長說為宇宙法 何君堯說 習大大放棄清零 犯香港國安法 也有網民譏諷 香港還有疫苗通行症 加安心出行 加口罩令 真是一國兩制 前香港浸會大學政治 和國際關係助理教授黃偉國 對自由亞洲表示 過往港府官員已堅持動態清零 討好習近平 現在北京風向變了 港府卻遲遲不見東正 好像和上面發生的時脫節 反映港府不太懂得取摸上意 另外 黃偉國認為 北京對防疫政策做出重大改動 是想平息白紙革命 而港府不跟隨改動 又可能涉及政治考量 既不想被外界覺得 因為社會運動成功 迫使政府改變政策 這節的新聞報導完畢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頻道 歡迎你訂閱和分享 多謝你的收看 再見